是灯后的女生寝室 行动 最近四百次手打咖啡好像很火 我也要来试试 阿豪 你敢来挑战一下吗 放入四勺素溶咖啡粉 再来四勺白糖 最后再来四勺白开水 就像打发鸡蛋清一样 搅拌它四百次 让它变成咖啡霜 看来快成功了 终于成功了 但是我不记得已经打了几百次了 来一杯雾热的牛奶 盖上咖啡生 漂亮 NICE 记得早时早起哦 晚安 去灯后的女生寝室 行动 男神送了我一个椰子 没有口子 我要怎么吃呢 哎 有了 我有点晕 先睡了 记得早时早起 晚安 去灯后的女生寝室 行动 上铺的明天生日 那我就亲手做个蛋糕 第一时间祝她生日快乐 拿出四个刚生的新鲜鸡蛋 分离蛋清蛋黄 嗨 说法已经先说得可以当大厨了 先加入一盒牛奶 然后再加一勺白糖 加入适量的面粉 搅拌搅拌 成为没有颗粒的面糊糊就好了 像这样 然后我们在蛋清中加一勺糖 加入一点点柠檬汁去腥 然后用筷子把蛋清打发 直到可以让筷子立起来 说好的只要十分钟就可以打发呢 我的麒麟笛都要练出来了 为什么还没有发 换一个手 再来 不顺手 换回去吧 终于可以了 诶 成功了 国士尖叫 啊 我们分两次 把打发的蛋清倒入到面糊里 搅拌均匀 然后倒到锅里面 盖上盖子 能不能成功呢 好期待呀 啊 怎么是这样的 唉 不管了 吃就是了 我为什么要做蛋糕啊 吃灯后的女生寝室 先动 今天没有吃的 就只能吃点自制盆栽了 QQ糖和热水融化 加入一盒牛奶 搅拌均匀 放在一边盛凉 放在口袋里 敲碎 好了 现在拿回在外面乘凉的布丁 放上奥利奥碎 再种上一株植物 漂亮 嘿嘿 我要开始吃土咯 嗯 香香甜甜的 这个土真好吃 每到半夜 就特别想男神 晚安 吃灯后的女生寝室 先动 今天晚上开点荤 哇 这个排骨 好有家的味道呀 现在就让它变成熟 哇 好香啊 陶醉在肉箱里 好了 汤也不能浪费 放点美丽的白萝卜 肉质紧实 咸味适中 开锅咯 撒点葱花 再来一碗汤 嗯 玫瑰鲜香呀 记得早睡早起哦 晚安 吃灯后的女生寝室 先动 今天吃点什么呢 嗯 好久没有吃上铺的东西了 那么今天 嘿嘿嘿 哇 这家伙到底有多少吃了 山西特色碗团 我之前就好想吃 今天刚好可以吃到了 这么看 还真的很像一个碗 用自带的餐具小刀 切成方块形状 然后倒入调料包 搅拌一下 就可以吃了 再吃一口 嗯 口感爽滑 而且辣味 也不像重庆这边的辣 三秒之内还可以吃 爽 还有一碗 就留着后半夜再吃吧 记得早睡早起哦 晚安 开学的第一天 嗯 肉质紧实 nice 开学半个月后 味道还可以 就是 有点小 开学一个月后 终于吃大肉了 香 记得早睡早起哦 晚安